大家好,欢迎来到二轮婆鞋游馆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经典评价很高的电影《复仇之日》 该片是丹麦大师级导演德莱叶最好的作品之一 讲述了一个带着神秘超现实色彩的女巫复仇故事 故事发生在1623年丹麦的一个村庄 当教堂传来一阵急促的众生时 一个名叫马特的老夫人预感到了自己的末日 原来她用巫术行医被村民举报被人怀疑是个女巫 另一边,当时本地有个德高望中的牧师赛贵森 赛贵森年事已高,却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妻子安妮 她对妻子安妮非常宠爱,但她母亲却非常讨厌安妮 母亲总是以女主人自居,处处刁难打压安妮 因为老母觉得赛贵森娶这么年轻的妻子有上风话 而且她和前妻的儿子马丁即将回家 马丁和安妮年纪相仿,让安妮当她继母实在不像话 也就在这天,马丁在国外休学归来,终于回到了家 看到这么年轻漂亮的继母,马丁着实有些惊喜 而年轻英俊的马丁,也让安妮有点莫名的兴奋 不过两人都很清楚彼此的身份 在赛贵森面前,他们都想尽量扮演好彼此的角色 就在这天,那个被怀疑是女巫的马特逃到了这里 她恳求安妮出手相助,让她在V以下躲过追捕 安妮心地善良,不想看到一个老夫人被火火烧死 于是就让她再些躲到了阁楼 不料稍后不久,宗教警察就循着踪迹追到了这里 因为有人看到马特逃到了这里 因此塞贝森怀疑,可能是马特偷偷抢入了房间 便放手让他们搜查 结果在楼梯上,他们果然发现了可疑的血迹 宗教警察于是登上阁楼找到了马特 随后楼上就传来一阵老夫人凄惨的叫声 安妮哪见过这种事,当场就被吓得打哭起来 后来马特在审判之前,一心恳求塞贝森放过自己 就像当年他放过了安妮的母亲一样 原来当年,安妮的母亲也被怀疑是一个女巫 最后喊是塞贝森网开一面,放过了那人 这也是安妮后来被货嫁给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于这件事,塞贝森自然坚决否认 两人正谈话时,安妮早已在门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当时唱诗班的孩子正在排练烧死女巫时要唱的声歌 安妮听着这些众人的歌声,反而感到一阵阵的恐惧 随后不久,马特在裁判所的严刑拷打下终于招供 他因此对这些道忙而然的牧师充满了憎恨 于是就当场祖周了一个青年牧师,咒他很快死以非命 这时马特再次恳求塞贝森放过自己,他不想被烧死 然而塞贝森只是双手合适,祈祷上帝宽恕马特 并鼓励马特勇敢面对死亡 因为他死之后,人死的上帝一定会拯救他的灵魂 马特自然非常恼怒,当他和塞贝森单独相处时 他抱怨塞贝森说,他之所以没有把安妮的事供出来 就是想让塞贝森真恩图报,设法放了自己 既然塞贝森毫不领情,马特最后只好绝望地诅咒他说 自己现在遭受的一切,他的妻子安妮将来也要遭受 行星那天,村里的小广场聚聚了很多人 人们兴奋地吵嚷着,要求马上烧死那个邪恶的女巫 安妮看着燃烧的火堆,尽力忐忑不安,非常害怕 就在这时,马特要求最后见一见塞贝森 原来他依旧抱着一点希望,想让塞贝森放了自己 然而塞贝森依旧只是双手合适,不停地念着经文 马特这下彻底像中了绝望 开始大骂塞贝森是个伪君子,他很快就会遭到报应 这时唱十八的歌声已经响起 在至高无上的意志下,烧死一个人都显得露死高尚 然而没过多久,塞贝森就感到了深深的自责和恐惧 因为当初他为了自己的私欲放过了安妮的母亲 他觉得自己亵渎了信仰,欺骗了上帝 而现在,马特的诅咒又让他感到深深的焦虑和不安 母亲看出了一些端倪,他想问个明白 但塞贝森并不想说 只说他将来一定会在安妮和上帝之间做出选择 之后塞贝森就将当初的事情告诉了安妮 他说当年安妮的母亲遭遇招供承认自己是个女巫 而且他还具有相互恶魔,召唤生灵,死魂的力量 只要他想让一个人死,那个人就一定会死 按说这样的女巫一定会像马特那样被火火烧死 但塞贝森为了得到安妮,最后还是放了她的母亲 不过对于这件事,安妮此刻并没有感激之情 他只是感叹自己,名目有己 被迫嫁给了一个并不爱她,而她也并不喜欢的人 但对于母亲具有的超自然力量,安妮倒是非常好奇 她甚至希望自己也具有母亲的那种能力 因为眼下,她正有一件棘手的事需要处理 那就是她和马丁早已产生了感情 原来马丁自从回来以后,安妮就经常和她腻在一起 马丁身上青春的活力激发了安妮压抑已久的情感 马丁出现之前,安妮的生活就像一滩死水,毫无生趣 是马丁点燃了她的生活,让她看到了幸福的可能 而年轻神秘又大胆的安妮也让马丁碰然心动 从那以后,安妮的脸上开始有了光彩 甚至念导文时,她会不由自主的读到里面的情诗 当然这时,三伯森的母亲会毫不客气的打断安妮 但是安妮并不怕她,而且现在安妮越发的放肆起来 可是这时,马丁却有些后怕,担心他们的恋情白露 只是安妮太过强势,马丁根本无法拒绝安妮的要求 当时安妮正在绣一副刺目亲自图 马丁站的位置正好和画中的孩子重点 安妮注意到这么巧合的一幕,不禁放肆地打笑起来 听到安妮双两的笑声,塞贝森也非常惊喜 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安妮这样开心地笑 塞贝森一时高兴,便想加入他们,一起开心一下 结果安妮见到塞贝森时,立马说自己要去河边 于是就拉着马丁一走了之 塞贝森正在郁闷时,突然有人来报和塞牧师病危 这位赫赛牧师就是不久前被马特诅咒的那个人 他在临死之前不由地感叹,马特的报复早已开始 看着赫赛在死亡面前沉染畏畏 塞贝森指责鼓励他说,死亡不可避免,也无需多虑 而且有信仰的人将得到永生,死亡只是另一个开始 塞贝森随即为他准备了圣餐,鼓励他坚定自己的信仰 与此同时,安妮和马丁此时正在和面翻舟 虽然和安妮在一起的日子,让马丁感到无比的幸福 可是他最近越来越担心,这种幸福终将无法持续 安妮倒是并不担心这些,仿佛只要马丁在他身边 无论什么样的未来,他都将一往无前勿所畏惧 可惜安妮的鼓励已久无法消除马丁的忧虑 他还是希望暂且离开安妮,深刻反省一下自己 安妮听后非常不悦,他说他们无法分离 就像水边的苹果树离不开水中的倒影一样 这天晚上,天气突然转变,风刮得特别大 安妮画了一个苹果树的图案,但树上只有一颗苹果 这时狂风越挂越大,天眼越来越黑 马丁和祖母都很担心,塞贝森在路上受保安全 当安妮回屋时,祖母突然问马丁为何还不结婚 马丁并未多言,转而问祖母为何如此讨厌安妮 结果祖母也不肯多说 只说自己就是憎恨安妮 从他进门那天就已经开始 而且在祖母心里,安妮虽然年轻,但并不天真 这天晚上,安妮没有睡觉 而是返回客厅来找马丁 马丁这时顾虑重重 他问安妮是否考虑过父亲的感受 结果安妮却说他不爱塞贝森 塞贝森也并不爱他 他唯一考虑过的就是如果塞贝森死了,他会怎样 马丁以为安妮希望父亲死亡 但安妮只是说如果 不过塞贝森要是现在去世的话 他的确就能和马丁搬到别处 以后就能缠缠死守 但安妮的设想对马丁来说 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美梦 正在这时,塞贝森忙完 和塞的后事终于回来 亲眼目睹了和塞的死亡 塞贝森的心情非常低落 他感到诅咒正向他逼近 自己的死亡也许正在当下 马丁劝了父亲一番便独自回屋休息 这时塞贝森突然问安妮 他是否一直盼着自己死亡 毕竟当初 他用不光彩的手段避着安妮嫁给他自己 安妮听后毫不避讳的呼应说 他的确夺走了自己的青春 欢乐和所有的美好希望 他每时每刻都在盼着塞贝森早日死亡 特别是现在 他死之后 马丁就能和他颤阳死守 塞贝森听到这里 早已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他赶紧去喊儿子马丁 结果一不小心摔下了楼梯 当老太太和马丁出门查看时 塞贝森已经当上死亡 当时父亲呼喊自己的名字时 马丁早已猜到 安妮已经将一切告诉了父亲 这让马丁越发不安 感觉自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他现在只想一次了之 可是安妮却说 塞贝森是为他们而死 至少这个结果成全了他们 听到这样的话 马丁只感觉安妮变得越来越可怕 他立刻离开了安妮 说要今晚替父亲守灵 当安妮追过来时 他要求安妮和他一起跪在父亲面前 可求原谅 可是安妮却说 他没有什么可原谅的 不料马丁听到这些 立刻变得凶恶起来 他质问安妮是否希望父亲死亡 而且他有这个能力 安妮一下子听出了其中的厉害 马丁这是要把他逼上火星架 安妮赶紧否认了这点 并在马丁的要求下 跪下来对着塞贝森的遗体说 他的死和自己无关 马丁这才相信了安妮 也许他只是爱得太过强烈 随后在父亲的葬礼上 马丁将父亲再买了一饭后 他特别对着父亲的同僚强调了一点 他们一家都已经亲眼见证 父亲那晚是意外死亡 不料这时 马丁奶奶却突然站起来说 他的儿子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本人谋杀 凶手正是他的儿媳安妮 马丁见此赶紧极力否认 但是奶奶却突然指出 安妮是个邪恶的女巫 他诱惑了自己的孙子 然后又用邪恶的力量 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马丁听到女巫这个词 突然鲁梦出现 他的确感觉安妮越来越可怕 可能是个女巫 牧师随后让安妮站在丈夫身边 他有权为自己辩解 然而此时此刻 马丁的背叛彻底粉碎了安妮的心 他根本没有为自己辩解 而是认下了所有指控 现在对他来说 上火星架被烧死 已经算不了什么 那份美好爱情的破灭 昔日恋人的绝情和背叛 才让她感到这个世界是如此冰冷 让人万念俱灭 安妮最后带着满腺备份 在火星架上被火火烧死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并没有明确的复仇情节 一切都隐在幽密之中 但从结果来看 马特的诅咒最后倒是都已经应验 信仰并不可怕 道德也并不可怕 但当他们的标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那才是真的可怕 另外就是 该片诞生在纳粹占领单位期间 起初电影因为节奏非常缓慢 评价并不高 但是渐渐的 人民将影片中迫害女巫的情节 和纳粹屠杀联系拉起来 这引起了当时 饱受占领之苦的人民的共鸣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出色的观影构图 沉重又发现盛行的主题 渐渐得到了人民的肯定 成为了德莱叶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